很抱歉,我们益生菌没有试用包,不要再问了 很多人会赖我们说,你们益生菌有没有试用包啊 我就会反问他说,你需要试用包做什么 他说,嗯,我想要试一下味道如何 我就纳闷了,试味道?益生菌它本该就没有味道啊 难不成你已经习惯了蓝莓口味,葡萄口味,草莓口味 你一定要味道,一定要添加香料你才要 如果说小孩子好了 你从小让小孩子习惯香料的味道也不好吧 不是吗?那再来就有人会说 我想要试看看一包益生菌有没有帮助 天哪,一包益生菌呢 它不是鲜丹,不是妙药,也不是歇药 它怎么会有帮助呢? 我们益生菌是营养辅助食品 简单来讲就是一种食品 顾名思义呢,你必须把你的生活作息 日常习惯先把它做好 然后吃益生菌来当作辅助 所以你吃益生菌不太有可能会有立即性的效果 然后我不给你食用包,你还酸我 别家都会给,就我们不给 因为我认为给食用包没有任何 通常我会跟我客户说啊 如果说你要吃益生菌的话 我建议你先买一袋 一袋你睡前吃一条 然后你可以吃一个月 记住要持续使用不能间断 那使用一个月呢 你就看一下它对你有没有帮助 如果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持续购买,持续使用下去 那如果说没帮助呢 那就赶快换别家的来试啊 直到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益生菌为止 这才是益生菌的正确使用方式 所以除了食用包呢 你有任何营养品的问题 都可以来问我 我非常热意为你解答 营养师阿姜,随时在扯 你可以看到潮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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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